大尼离书第二章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 他做了梦,心里反乱不能睡觉 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 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 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梦,心里反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 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 梦,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分队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赏赐并大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 请王将梦告诉仆人 胡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说 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持言 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 只有一法待你们 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 要等候时事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 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 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相述是或用法术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王所问的是甚难 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 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 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氏 于是,命令发出,哲氏将要剑杀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 要杀巴比伦的哲氏 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 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 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但以理虽进去求王宽县 就可以将孟的讲解告诉王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民 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氏一头灭亡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 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 他改变时候日齐、废王、立王 将智慧似于智慧人 将知识似于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直到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我列主的神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允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于是 但以理进去见雅略 却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世的 对他说 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世 求你领我到王面前 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 神对王说 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 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王问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说 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那奥秘事 哲世、用伐术的、术世、观照的 都不能告诉王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 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 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 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 乃未使王知道 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思念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项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项的头是金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近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项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炸得粉碎 诚如夏天和场上的康比 被风吹闪 无处可寻 打碎这项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就是那梦 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王啊 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 已将国度 权柄 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 并天空的飞鸟 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 必令星一国 不给予你 又有第三国 就是铜的 必掌管天下 第四国 必坚重如铁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也必打碎压制裂国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 一半是瑶将的泥 一半是铁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掺杂 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 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掺杂 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 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所找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 这就是智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当时 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 王对但以理说 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 你们的神 诚然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 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 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 又立他为总理 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室 但以理求王王教派萨德拉 米莎 亚伯尼哥 管理巴比伦省的事物 只是但以理 藏在朝中势力